長官有查到什麼啊 搬走一箱箱文件 鳳山海順公司負責人 8號晚間遭到檢調人員 帶走調查 其實為了追查毒辣椒粉 調查局和衛生局人員 大陣長追查 除了海順之外 高雄市林亞區建華街的 金站公司 這個地址被查出 有多達9間進口商登記 調查人員除了門口敲門守候 另外一批人員也走到後巷查看 一行人是在週五下午2點抵達 直到3點自稱住戶的男子 才開門讓調查人員進入 一夜都是同一個集團 他們說他們是親戚 你會相信 有一家人口公司叫做 龍海同紀 跟剛才高雄的那9家名單 登記龍海同紀的負責人 一模一樣 拿出了文件表示 金站公司的地址 至少有9間進口商登記 立委林淑芬 質疑食藥署不願擴大追查 援貨退出關 在公海上繞一圈 馬上又進來 你看又進來 這個就是事實擺在眼前 所以一定要銷毀 一定要叫他們不敢再這樣子做 我叫懲罰 A公司進不來 那就用B公司的進來 這些都是一種所謂的犯罪的行為 包括可能會有衛照文書等等這一些 所以檢調就進入 衛生單位查問題辣椒粉 分別在3月4號3月6號兩天 針對了金站加廣還有海順 沒有提供完整正確下游資訊 以及雲端系統登載不實 為依法通報等開罰318萬元 業者的做法讓溯源追查受阻 衛福部將點出了業者 可能已經涉及刑法 建調要介入 如果有涉及到犯罪 我們一定檢察官一定會主動來查 之前已經涉及到了 你認為有可疑 你們也應該主動去偵辦 家族經營的進口商 涉嫌彼此掩護嗎 衛生單位追查問題辣椒粉 已經從食安問題辣告成績